欢迎收看三月视频道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景龙 美国联储局礼拜天在紧急降息100个基点 动作直大,让全球市场更为担心 加上大马传出封城的消息 马股面对沉重的卖压失守1300点关扣 闭市时暴跌64.12点到1280.63点 已经降到10年来最低的水平 另外马币今天同样下跌 对美元汇率走贬到4.3030令吉 新冠肺炎蔓延,市场又爆发有价战 全球股市波动剧烈 外资连续四周,净卖马股 上周大手笔撤资19亿1177万令吉 本地机构拼命的接货 净买入10亿8920万令吉 散户也净买了8亿2257万令吉 接着来看起来Black White的单元 疫情扩散,全球人心惶惶 曾经率领我国应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 前首相敦马,怎么看呢? 马哈迪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警告 新冠肺炎的冲击将比当年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 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打击 他说,疫情蔓延打乱了人们和供应链的流动 此外,他也质疑新政府领导国家复苏的能力 就在马哈迪警告之际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高级部长阿兹敏透露 为了应付疫情冲击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或许将决定进入危机模式 并每周宣布至少两项经济振兴措施 接下来也是和疫情有关的新闻 已经让政府国有化的马航警告 在旅游限制和市场需求暴跌等冲击拖累之下 包括马航在内的全球航空公司 破产风险正在迅速提高 财经网站dhmarkets.com引用公司内部文件报道说 马航的首席财务员吴惠仪向13000名雇员说 刚刚过去的周末,情况已经迅速恶化 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实行更加严苛的旅行限制 这为马航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挑战 另外沉默多时的汽油零售市场终于有了新气象 一家获得国家石油助力的油站公司 将会在本月开设第一家油站 这一家新公司名为Five石油大马公司 将会以Ultimax为品牌名称 预计第一家油站将会开设在雪兰儿卡龙邦 而国油也已经同意担任该公司的燃油供应商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感谢收看